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PT SoWeight的新的版本 它是V3 那么这个V3这个版本呢 它这个显然要比这个V2还有这个V1要更好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用到V2了嘛 它这个V3版呢 有这个7K的一个训练级的时长 包括参数量也是比原来增加了很多 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些简单的对比 有印射的相似度更像 合成更稳定 然后也不会漏字 还有更丰富的情感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语音课中里面比较关注的一些点 然后这边呢 它给的一些包 包比较多 首先呢是这个V2 这个是V2的最新版 因为这个V3呢 它需要8G的显存 假如说你没有8G显存的话 那么你还是使用V2 这样的 V2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那么这两个呢都是V3 这个包呢是专门针对这个50系显卡 大家如果是50系显卡的话 那么下载这个包 然后50系显卡呢 还需要自己装一些东西 它这边有个文档嘛 它这边说了 这个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说明 然后自己再装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来使用这个包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么这个是解压出来的文件 找一下这个启动文件 双击一下 开了点 好的 稍等一下 这边就启动了 这个使用界面的 其实跟之前差不多 有一些很细小的变化 那么咱们还是从头开始 这个工具相对复杂一些 那么还是有很多朋友 可能没有用过 首先呢我们开启人身分离 点一下 那么这个呢是对你的视频 或者是声音 来做一个处理 点一下稍微等会儿啊 它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可能会启动 有一点延迟 所以耐心等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启动了 首先选一下模型 然后末日选第一个就行了 这个可以使用 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找一下这个音频 音频的话你可以是 一个单纯的声音文件 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视频 它被影响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清理港口 准备进攻 间谍大师 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削弱 赞达拉帝国 消灭部落目标人物 好我们就听到这儿啊 这个语音呢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关掉它 然后呢 把这个路径 把它拷过来 因为它这个需要的路径 或者是也可以把音频文件 直接拖到这儿 二选一 它优先读取文件夹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说明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输出的人身文件夹 那么就一个是背景 一个是人的声音 我们把这个路径稍微改一下 当然大家也可以一步改 没问题的 我这边习惯是把它分到其他地方 然后呢 我们选这个 WAV格式 点下转换 让这个设定它处理 它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我们声音本身就比较短了 这个音频呢 大家没必要找太长 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了 处理完了 比较快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点下这个 把内存释放掉 然后呢 这个是它给我们处理出来的声音 一个是背景音乐 一个是人的声音 把背景一删掉 清理港口 准备进攻间谍大师 好 没问题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选一下这个音频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路径 把它复制下来 贴到这里 然后这个 也是切分之后的 那么我们也来给它改一下 这个文件夹 这下不要改啊 保持默认 然后点这个开始 大家看这边呢 会出现很多框 它这个切分完呢 它把这个相遇的路径呢 它自动就给我们填到这了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语音降噪 这个肯定是我们这个切分这个路径 它给切分成这样了 然后呢 你处理降噪之后的路径 我们也来选一下 把它放到这儿 然后点开启 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视频文件啊 或者是音频文件 本来就没有噪音 那么中间这一步其实是可以跳过的 这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稍等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路径加选上 这个是语音识别 我们来找到我们这个语音识别的文件夹 填到这儿 我们等它处理完 这边呢 它要下载一些相应的模型 这个模型很小 看到这边处理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选好了 然后这个模型选一下啊 就是说看你是中文还是英文 还是别的语言啊 因为我们是中文嘛 所以这边就不用改 全部默认 如果大家是其他语种的话 那么点一下 模型不用改 然后它支持五种语言嘛 这个中文 英文 日文 韩文 这个是粤语 这五种啊 大家根据这情况来选 其他语言不支持 只有这五种 然后我们翻过来 点这个开始语音识别啊 好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是识别进程 好 我们看到这边提示任务完成了 看一下啊 已经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启语音标注 那么我们点这个开启 这个跟那个语音分离一样啊 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当然它需要一点时间 出来了 埃格尔来听一下 这个标注还是比较重要的 清理港口 准备进攻间谍大师 记住 这句话文字没有问题 但是它需要标点符号 这个大家自己加一下 用这样就可以了 看下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削弱赞达拉帝国 消灭部落目标人物 这个也是 加个表情符号 希望他们的国王可以投降 保护人民不受伤害 你之前一定没举行过葬礼吧 这句话没问题 该给你补办一场呢 我只警告一次 没问题 调转船头 回港口去处理死者吧 否则你们马上就会葬身海底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船长 就该趁我还没出手 赶快逃吧 我把你们引来外海 只因为 你们在这儿无处可逃 他们只是想激怒我们 让我们因此而犯错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得让他们知道 袭击库尔提拉斯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地方得改一下 他这个字稍微错了一点 母亲 我需要你调动 我们的步兵和医师 你们的部落 我们就把第一页的 检查完毕了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保存一下 点这个 保存一下 然后呢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还有一个 必将四分五裂 你将葬身水底 感受刺骨的寒冷吧 没问题啊 我们再来提交一下 这样的话就做完了 然后呢把它关掉 同样把这个也关一下 好 释放内存 然后呢我们这个 语音的处理呢 就初步做完了 接下来就是训练模型 这边呢我们需要 起一个模型名 这叫吉安娜 我们就叫这个 然后模型呢选这个V3 然后还有哪个需要填 这两个帮我们填上了 下面的应该是没有了 好 我们点这个一键三连 稍等一下啊 它会同时处理这上面三个步骤 假如说一键三连出错的话 那么你可以大概一个一个点 好 这边呢提示我们做完了 一键三连 那么就是改进行下一步啊 微调训练 那么这边呢也是 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动这个参数 全部保持默认 这个是显卡 如果是你显卡显存足够大 那么这个就可以调大一下 它会加快速度 但是大部分情况来说 默认就可以了 本身也没多少东西 然后这些都不要动了 直接开始 大家看到这边开始运行了 需要点时间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出问题怎么解决 这边呢有一个文档链接 点一下 这里面呢有一个这个 问题与报酬合集 这里面应该就是 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错误 如果大家发现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里搜一下 看看怎么解决 好训练完成了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生成了两个模型 它保存了两个 这个我们先不用管 待会儿那个直接去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启下一个训练 这个也是 稍等 把完了啊 然后呢我们看下一个 点这个推理 那么这个推理呢 是我们实际使用之前的最后一步 我们需要开启推理页面 首先我们检查一下模型对不对 点这个刷新 看一下 那么我们选最后这个模型 然后这边呢也是选最后这个 点这个开启 这个也是啊 它会打开新的页面 需要稍等 好可以了 这个页面打开了 那么这两个呢是我们刚才选的模型 大家可以再检查一下 首先呢我们需要上传一个 用来参考的这样的一个语音 我们来找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语音呢都在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听过处理的 然后我们找一段 希望他们的国王可以投降 保护人民不受伤害 这个有点长 短一点 该给你补办一场呢 我只警告一次 好就这个 该给你补办一场呢 我只警告一次 然后呢把这个语音啊 把它的文字呢把它输入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输入一下 大家看到了啊 我这个文字呢已经输入了 跟这个这边的文字完全一致的 这个大家注意检查一下 千万不要写错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个什么 参考文本模式啊 这个大家不要开 目前为止呢 它V3是不支持的 语种 咱们肯定是中文 对吧 大家根据情况选 然后这个 其他这些啊 这些大部分国陈模型 合成是中文 这个肯定的 咱们不用说啊 那我们现在找一段文字 然后我这个文字 好我这边有一段文字啊 把这个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填到这儿 然后这个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选项的话 这个默认是这个 但是这个呢 我做了一些尝试啊 文字呢不会漏掉 这个 它比较靠谱 这个的话 那个文字不会漏 当然大家可以自己来测试一下 这里面选项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直接点合成 其他的不用管 这个稍等一下啊 好这边结果出来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边是文字啊 大家可以对一下 看有没有出错啊 或者遗漏的地方 在一片翠绿的草地上 一只憨态可居的黑白熊猫 定专注地坐在草丛中 用它那柔软的手指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盘面条 面条上撒满了新鲜的蔬菜和香料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熊猫的眼睛亮晶晶的 仿佛在享受这顿特别的美食 它微微功倍 头低垂 似乎在细稀品味每一口食物 阳光透过树梢洒在熊猫身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背景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草地 远处有极朵野花点缀其间 镜头采用柔和的散景 捕捉熊猫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中景特写镜头展现熊猫与食物之间的亲密接触 大家听到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好 那么这个结果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这还有最后一个事 就是之前老有人问说是 我这边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我下一次想用的话 我还需要再训练 这个事其实很容易 我给大家关了 我再重新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 我们重新启动 你上一回训练的模型 只要你没有3对吧 那么它肯定是还在这里面 这不是你的模型吗 下一回你要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过前面这些步骤 大家可以直接点这个推理 这边不是你的模型吗 你刷新一下 它那模型还在这 你直接点那个开始 我们再打开这个推理页面 这个推理页面里面 这不是你的模型吗 你在这选一下 选一下之后 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行 好我们今天内容就得写 大家拜拜